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来到今天的奥数拓展 看一下我们本讲会讲什么奥数知识呢 多位数计算 到底是什么计算 可能说老师咱们都会了 比如说乘吧 对不对 三位数乘两位数咱们都会怕什么呢 想想 但是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列数师来计算 对吧 但是除了列数师之外 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呢 能够让我们列数师花五分钟 但是简便方法花一分钟 会发现花的时间更少的方法 所以孩子们赶紧来看一下本讲具体学的知识 OK 看一下导航牌 首先我们会学习一个加减法的巧算 再学重法的巧算 到底是什么样的巧算方式 孩子们赶紧来跟老师看一下我们的题目吧 首先来看另一颗星 说 让我们用简便方法计算下面的题目 一共有两分 到底怎么个简便方法 咱不知道 但是也许不用简便方法 孩子们 像这个题和这个题我们能不能算出来 能 这也能 比如说在这里面是不加法 你可以先算三十四加五十三 对吧 老师相信每一个同学 这个口算应该能算出来 应该等于八十七 对不对 对 但是你算出来了八十七 还要去加六十六吧 这时候 如果口算能力特别强的同学 能算出来 但是有个同学还是会发现 他加他是不是也不简单 是啊 为了准确性 咱还得留个舒适 对吧 所以 这样算 有点费劲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怎么个简单的方法 孩子们想想啊 我们在加法里面 比如说 我们说八十七加六是六不简单 但如果是八十七加一百简不简单 简单 简单 任何数去加一个整十整百整千的数 是不是都特别简单 嗯 那想想 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 把我们的加数变成整十整百整千的数呢 所以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加钱法里面讲的主要方法 来看 整十整百和整千 计算起来更简单 那孩子们 我们到底要怎么来算 来看一下这 我们以前学的就是 先把它和大家加了 加完之后再和他加 对不对 三十四加六十六吧 对 孩子们来看 三十四加六十六 是不是四加六就是十 听位了 三加六十九 九加听位的第一 刚好等于一百 如果他们俩放在一块加的话 结果是不是特别简单 是啊 但是 可能同学有疑问 老师 我们能这样加吗 怎么不能 来 老师举一个例子 咱们就来 平时常见的就吃糖 分糖果 就能把今天所有的内容给解决掉 来看一下 比如说 老师 现在怎么办呢 我说去买东西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买了三十四克糖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买了五十三克糖 第三次去的时候 买了六十六克糖 老师就问 那你说我这三次一共买了多少克糖 就是把这三次加起来 是啊 要把这三次加起来的话 我们是可以从第一次加第二次加第三次 嗯 但是 也可以先把第一次和第三次的相加 加完之后再加谁啊 第二次的 再加第二次 所以孩子来看 所以当老师交换了他们的位置 你觉得结果会变吗 不会 不会变 因为要求总和 是不是随便先加谁都一样的吧 是 孩子们 那我们明白之后 随便先加谁都一样 是不是可以交换位置了 嗯 想让三十四和六十六结算 那就把六十六和五十三怎么样 对掉 对掉 是不是交换一下 嗯 不会变吧 所以三十四加六十六等于多少 一百 那一百加五十三孩子们好不好算 好算不就一百五十三吗 说来看 我们在如果全是加法的算式里面 看到了一个数和另一个数 加起来是整十整百整千的 是不是想让他俩放一块 怎么想让他俩放一块 随便把他们交换位置合一块就可以了呀 是啊 所以特别简单 对不对 但是孩子们 我们到底要把什么样的数和一块 看它的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看它的尾吧 你看它的个位是不是四 嗯 那看到个位是四的 我们应该找个位是六的 因为四加六是不等于十 是啊 简单呀 如果看到个位是三的 就应该找个位是七的 就用凑十法来做 同样看到个位是一的找谁 九 看到个位是二的找谁 八 看到个位是五的找谁 五 对不对 一次找不就行了吗 所以孩子们 加法巧算特别简单 找什么 就找这些朋友数 但老师刚才讲的是什么 是不是都是加法呀 是啊 那可以随便换位置 但如果说一个算式里面 出现减法的话 还能随便换位置吗 跟老师来看一下第二问 第二问是什么 是五百六十七 加二百三十一 但是去什么 减二百六十七吧 嗯 有加又有减 又应该怎么算 首先讲 我们说如果全是加法的话 是不是找朋友 看尾巴凑十法 是啊 他的个位是七 我们应该找个位是三的 对不对 嗯 但加法里面有三吗 没有 没有了 刚才的法则已经不是用了 那怎么办呢 孩子们 加法里面有巧算 同样 简法里面也有 比如说老师随便出回算式 来看看特别复杂的 来一个一百五十九 他干嘛呢 我们去减五十九 孩子们 你说答案等于几 一百 一百是不是特别简单 嗯 所以想一想 在一个简法算式里面 如果第一个数和我们的简数 尾巴是相同的话 是就给剪掉了呀 是啊 你看 是不是简法也是看尾巴 嗯 但是这个尾巴 是不是找相同就可以了 是啊 那孩子们你来看一下 这里有简法吗 这刚好有一个简二百六十七 是 这是五百六十七 这用简二百六十七 他两个尾巴是不是就一样 嗯 但是这里面能够随便换他们的位置吗 我们说加法里面能随便换 简法可不可以 孩子们不用着急 也举个例子来看看的 我们还是分糖果 这老师说了 我去买糖 我上午的时候买多少呢 五百六十七克 对吧 嗯 下午的时候买多少呢 二百三十一克 但是老师的嘴比较馋 我看到糖特别想吃 我说呀 我现在就吃了二百六十七克 想想 原来这么多吃掉一些 是不是想到鱼就捡去了呀 是 老师问了 那问 我现在还剩多少糖 要求还剩多少糖 是不是用我原来的 捡去我吃掉的呀 嗯 不就用他加他加捡它吗 但是只有这一个算法吗 要求剩下的 我是不是只要把它这些捡了就行 对不对 对 我们吃的二百六十七克吃的就是谁 是不是就是吃的我上午买的呀 嗯 对吧 如果用我上午买的 捡去我吃掉的 是不是有一部分剩下的呀 是 用这部分剩下的 再加上这买的 不也就是总的剩下的吗 对不对 对 所以孩子们来看 在这个里面 捡法可不可以换位置 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 可以先用前面的数 是不是捡去这个数 嗯 捡完了再加他 也可以吧 所以孩子们 我们来看 那就用五百六十七先捡二百六十七咧 你看 他捡他 好不好算 好算 是不等于三百 嗯 三百加二百三十一 也很简单 是不等于五百三十一啊 孩子们 我们的题目讲完了 但是要从题目里面总结 说了加法可以随便换位置 但是减法也可以随便换位置 但是你在换的时候 到底是换什么呢 如果你这里面就把二百六十七和二百三十一 如果把数换位置的话可以吗 你看 我不仅把二百六十七是不是给挪过来了 嗯 还把二百六十七前的什么符号给挪过来了 减号 减号对不对 所以在交换位置的时候 不仅受要交换位置 应该连同他前面的符号一块交换位置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所以现在就知道了 加减法里面 想让谁先钻 是就把谁合在一块来 但是合在一块 咱们是不是得交换位置呀 交换位置 得连同他前面的符号 是不是一块交换 嗯 所以这里面 我们有个特别简单的技法 叫做什么呀 叫做代符号搬家 你看 交换位置是跟搬家一样 孩子们 你在搬家的过程中 你能一个人就过去了吗 对 你得带上我们的行李 对不对 嗯 对了 代符号搬家 所以看我们的符号 是不是跟我们的行李一样 你搬家的时候 是不是得带上行李才行 所以记住 代符号搬家就可以了 好了孩子们 李懿明白了吧 明白 好了孩子们 那这个完了之后 还有什么呢 看看小点心 我说 在加减法里面 怎么算简单 是把一些数 变成整十 整百整千的说 嗯 那如果要促整的话 加减法只需要看它的尾巴就可以了 是不是各位呀 加法就凑十 减法就找同 是不是找相同的 是啊 对 分别对待加减法就可以 但是孩子们 你看 刚才的运算里面 有加了 有减了 但如果一个算式里面 不仅有加有减 还有括号的话 又应该怎么算 括号又起了什么作用了呢 孩子们 来看一下第二条题目 其实同样也是一件事 很简单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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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